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是 成朗的前妻因病去世已经两年 二是 我和成朗恋爱半年多来 和东东相处的还挺好 母亲怒了 说我没考虑到很多现实的问题 她坚决不同意我的婚事 我倔了 我已经二十六岁了 自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终身大事 我爱成朗 就是非她不嫁 没想到 结婚后第五天 母亲所说的现实问题便扑面而来 那天晚上 东东半夜里突然发高烧 我们慌忙把他送到儿童医院 两天后 退烧的东东出院 但当晚 我意外地接到成朗的前院母打来的电话 哭哭啼啼地指责我没有照顾好东东 万一东东的脑子烧坏了怎么办 又指责我在他女儿尸骨胃寒的时候 便急着和成朗结婚太不像话 我很惊讶 东东体质不好 在炸暖还寒 病毒活跃的春天 很容易发烧感冒 成朗的前妻已经去世 但她需要继续生活 不可能继续活在过去的悲痛里 何况 结婚是我和成朗共同的决定 不是我逼她的 但是 也许是我的辩解 让成朗的前岳母以为我心虚 她的指责越发汹涌 我气得浑身发抖 若不是闻讯赶来的成朗抢过话筒 我会不管不顾地和她大吵起来 我气坏了 问成朗为什么不帮我说话 成朗却说 自从她的前妻病逝后 前岳母心情一直不好 我应该体谅她 我一想 成朗说得也对 便消了气 可从此后 成朗的前岳母隔三差五就打电话来 只要我接到 总是说几句风凉话 若不是我一再逼着自己要淡定 我真想冲她大吼 一天 在又一次接到成朗前岳母的电话后 我终于忍无可忍 对成朗说 要把电话号码换了 和她前妻一家断绝关系 成朗说我幼稚 不体谅她 为人处事不淡定 体谅 淡定 我试过呀 可成朗和她的前岳母 又体谅过我吗 我非常委屈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婆婆又凑起了热闹 婆婆很能干 大小家务一手操持 如果我想插手 她还不让 有这么勤快的婆婆 我当然拍手称快 可她的脸色 经常阴晴不定 我经常网购 大到家店 小到内裤 每次快递员来送货 前收人大多经常是在家的婆婆 收了三次快递后 婆婆变了脸色 一天晚上 我刚下班回到家 婆婆便绿着脸 指着一个包裹说 又是你的快递 小张就不会像你这样 总是上网买东西 小张是成朗的前妻 婆婆竟拿我和已经去世的钱 儿媳PK 我心里不是滋味 白了婆婆一眼 婆婆没再说什么 但后来 无论我做什么 婆婆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小张 婆婆嘴里的小张 勤快 节俭 乖巧 听话 因为婆婆的提醒 小张的影子在家里四处晃荡 而我总不能为了一个已经去世的女人和婆婆争吵 我几近崩溃 情绪极为低落 婚前曾有人对我说 单亲婆婆似老虎 这话虽有些偏激 但现在看来 我的婆婆是否是另一只不同品种的老虎 无需武力 竟用语言冷暴力 就把不擅长语言交际的我 打趴下了 结婚才两个月 我瘦了近十斤 终于 我忍不住告诉成朗 说他母亲和前岳母 一里一外地加急我 实在受不了 不如我们搬出去住吧 成朗沉默了许久 摇头说 我妈身体不太好 我不放心让她一个人住 你淡定点 我妈也只是偶尔说说而已 时间长了 一切会好的 我还能说什么 成朗工作忙 早出晚归 婆婆拿我和小张PK的时候 她的前岳母打来电话的时候 她经常不在场 我给母亲打电话 母亲不接 又给父亲打电话 父亲说 有几晚 父亲看到母亲 翻家庭影集时 对着我的照片流泪 我失眠了 当初 我是偷了家里的户口本 和成朗登记结婚 母亲怒吼着说 她永远也不要见到我 后来 她真的不再搭理我 我对成朗说 我要回娘家看看 成朗说 早该回去了 瞒着你爸妈和我去民政局 登记结婚 是我的错 我陪你回去吧 我无语 虽然我怨她不再婆婆 和她前岳母面前 为我讨还公道 但她终究是我爱的男人 离开父母两个多月 家里的摆设 还是老样子 母亲却瘦多了 她冷冷地说 还回来干嘛 才嫁人没几天 就瘦成猴子似的 伺候别人的两个妈 比伺候亲妈轻松吧 我的眼眶一红 母亲仍然没有原谅我 从娘家回婆家的路上 多日的委屈 挟着泪水狂涌而出 我说 我妈不肯原谅我 你妈嫌我比不上小张 你的前岳母 隔三差五的电话骚扰 这日子我不想过了 咱们离吧 成郎说 你太幼稚了 婚姻是说节就节 说离就离的 只要对她们以诚相待 假以时日 她们终有一天 会称赞你是个好女儿 好媳妇 好继母 她还很乐观 成郎的前岳母 为什么总喜欢 对我说风凉话 我想了又想 记起来 有一次她来看望东东 不管我对东东 说什么做什么 都感觉到她的目光 难道她最担心 最关心的 并不是去世的女儿 而是害怕我 虐待女儿留下的 外孙东东 我豁然顿悟 从前 我憎恨她的所作所为 一直拒绝主动去见她 拒绝和她交流 现在 我应该主动出面 去告诉她 我真的很喜欢东东 无论人前人后 我都会带她 如己出 但成郎的前岳母 对我的诚恳表白 皮笑肉不笑 我走的时候 又把我拎去的水果栏 塞给我 说她不喜欢吃水果 让我带回去给东东 我笑笑 她还是不相信我 但没关系 既然我找到了 了解她心所的钥匙 就不怕打不开 接下来 为了打消她的不信任 我搜查挂肚 用尽了所有老掉牙的招数 去取悦她 带上东东 找她一起去逛街 烫头发 转动物园 果然效果不凡 后来 我们每次见面 她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已经换上微笑 一次比一次浓烈 首战告捷后 我有些轻车熟路了 又为如何搞定婆婆 绞尽脑汁 婆婆早年丧夫 和成郎相依为命 我查阅大量的资料 得知 这种情况的母子关系 在儿子结婚后 很容易让母亲心理失衡 母亲会认为 另一个女人 抢走了儿子的爱 所以 才会实时 拿我和小张来PK 我主动和婆婆搭讪 当我以成郎的成长 为话题时 婆婆开始滔滔不绝 疼爱之情 溢于言表 原来 成郎真的是婆婆的软肋 后来很多次 我经常 以成郎的某件 陈年旧事扯出话题 网顾时 又给婆婆带来小礼物 或者网瘾大发时 分流快递的地址 到公司或者朋友家 渐渐地 我发现 婆婆拿我和小张 PK的次数 越来越少 一天晚上 我抢着要帮婆婆 做饭打下手 婆婆突然说 你是个好媳妇 我懂你的苦心 我松了口气 看来 人心都是肉掌的 我的婚姻智商 还算给力 不由的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母亲仍然在生我的气 是因为我选择的婚姻 没能让她放心 归根结底 她是因为太爱我 一念至此 我决定请婆婆和成郎的前岳母帮帮我 当我把计划输出来时 他们一口应允 那天风和日丽 植物公园烧烤厂 我和成郎 东东 婆婆 还有成郎的前岳母 一家欢聚 突然 婆婆冲我直眨眼 我一转头 被父亲带来的母亲 一脸惊讶 我赶紧一手一个 牵起婆婆和成郎的前岳母的手 齐声欢笑地迎接母亲 终究母女怜心 不用我解释 母亲已经明白 我的一片苦心 她愣了愣 抢不上前抱住我 我们四个女人相视而笑 这一笑 便没了恩怨 我又是幸福 又是感叹 好女儿 好媳妇 好继母 实在不易做呀 但是 我已经爱上了 这苦衷有乐的角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